輝哥你好 Chris 你好 Grand Seiko有不同款式 今天我介紹一款入門版 但入門版不要以為很差 它是很漂亮的 不是經常看到 或者它的色面不是經常看到 總之是很棒 亦都很配合Grand Seiko的品牌 因為它是一種很古老的 舊了的感覺 很古老的感覺 即是怎樣說呢 即是像橡牙一樣 像橡牙藝術一樣 即是像以前六七十年代那款 對 配合它的學型 不如先看錶 開箱先來 你聽我的說話也沒什麼用 來吧 OK 原來這隻 Grand Seiko 我跟你說 色面有很多 你看到紅色 綠色 藍色 銀色 但是橡牙色面只有兩個款式 一個是這隻 有GMT 另外一隻是沒有GMT 三針 當然有GMT就貴一點 但不是很貴 原因是它不用High Beat 其實High Beat又不是準確一點 不過Longal Beat 又一定是便宜一點 對嗎 廢哥 是的 一定是 便宜過Spring Drive 是的 High Beat特別貴 因為它獨家 沒有關係 這隻你見不見到呢 我先說一下鶴型 這個鶴型 就跟一般譬如雪花 四十四 六十二 那些不同的 這隻鶴型應該要配皮帶 的原因是它整個造工 都是復古六十年代的 是的 那樣的造型 所以有了那些DNA 譬如一些很突出的腳 即是圓形很圓 圓得來很圓 腳就很分開 很分開的一個很獨特獨立的腳 好像金錶砌上去 是的 還有 合形玻璃 還有整個鶴是 是不是很圓 是的 像不像駝錶 像駝錶 有那些演化出來的 六十年代 Elegance 鶴 Elegance 鶴 是的 所以這隻鶴 最適合配什麼呢 譬如配一些白面 不要說那麼黑黑黑 又很多那些白滑鼠 就不太配的 嗯 配這些很正式的 譬如拉沙面都可以 是的 或者純白面 但是更加正就是這隻 這隻是橡牙色面 嗯 都是白色的一種 但是它比Cream面 因為它有一隻是Cream面 是的 是的 那麼它比Cream面更加黃 因為它是橡牙白色 是的 你看過就知道了 真的白色有很多不同層次 以前我都說 就是白色在錶那裡 你都可以分四大類 嗯 唇霸 銀霸 奶霸 是不是 這隻真的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呢 輝哥 這個很Vintage 的味道 是的 說多一件事 南港指針的處理 嗯 它是GMT 你看到它不會全部用南港針 但是它也有一支是南港針 就是GMT 嗯 所以配合GMT那個字 製造成藍色的 是 字釘一定是超級漂亮的了 時分針 那些切割打磨一定是超級漂亮的了 都沒得挑剔的了 嗯 什麼寶柏 江斯丹頓呢 就是 絕對不輸蝕這個 因為有角度 角度很重要 這個是它那種手工藝的賣點 沒錯了 那當然 是皮帶了 我都說 這隻殼呢 這隻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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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這些帶就對了 是的 還有啡啡的 是的 如果搭配鏈帶 是比較差的 嗯 搭配帶 當然了 皮帶它的定價會便宜一點 是的 但是呢 你不要以為就是皮帶 你看到這個皮帶 它兩邊的長度是不同的 原因就是它不是針扣 是的 它的比例是剛剛接購的比例 是的 所以你看到在下面的 是的 這個Logo 是不是 嗯 接購很漂亮的 只買應該要2600-2700 嗯 這個接購 即是都不便宜的 是的 皮帶都要2000多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整套這些東西 原裝你去買 是的 即是都四五千 會這樣 是吧 偷底 是 Lormal Beat 是 是 漂亮的 這隻就是 是的 這隻都是9S來的 9S的自動 GMT的Lormal Beat 的版本 是 因為9S後面 有很多不同的 variation 便宜的 本身定價都不貴 本身定價都是三萬宗 嗯 那麼我們 現在多少錢呢 低調一點 好嗎 好啊 不要那麼高調 不然待會有人來抄牌 是的 是 就影響 先收拾東西 影響歐洲的供應商 是的 就不是那麼好的 你知道了 你知道這些做法 是的 很漂亮 非常麒麗 這個Truffle Case 是 加起來 盒子就一定有了 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曾經都 不是呀 你曾經都跟我說過想買這隻 不是呀 我想買三針那隻 是的 不是GMT的那隻 其實兩額 其實兩隻我都想買 因為我說最額面那隻 應該是這隻 是嗎 最額面那隻有兩隻 這隻是GMT 那隻是三針 三針便宜一點 是的 好的 有興趣的快點來吧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